好 各位今天要關心有關於今天是香港歌王張學勇 在台灣的第四場演唱會 那原本預計是在七點半左右 會在台北小劇團來開唱 主管在開唱前三個小時 是主辦單位突然宣布張學勇是因為 剛才到呼吸道的疾病 是突然的來停辦了今天的演唱會 那其實在小劇團外頭 其實也聚集了大概上百名的粉絲 就是要來等這個現場票的釋出 那其實大家火氣都很大 稍早也跟主辦單位有激烈的口角衝突 那帶你們一起來看 這一兩個最Hot的什麼 就是高雄的Vlog 高雄P 高雄P都沒有排隊排成這個樣子 你懂嗎 你懂嗎 沒有吧 對啊 而且我們講 講前兩個 講上一次的IU IU IU還實名字 但是我們張學勇就是沒有實名字 OK 大陸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天有沒有這種結局 就是因為你們沒有實名字啊 不是嗎 對 然後我們今天排得那麼辛苦 你們也出來錄影存在 因為前面的大家都是這樣子嘛 錄影存在哪票 三點半門一開 我們都以為要賣票 那我告信的鑰匙 就沒想到一出來喊的是半夜 那其實這些歌迷呢 有些人呢是從台中來 那有些人是在這邊漏夜排隊 大概三十多個小時 其實呢有關於這個張學勇呢 臨時來宣布說要停辦這個演唱會 大家都是表示說呢 其實非常的突然 也有點不知所措 那至於說呢 這個張學勇今天呢 晚上的這個 取消的這個演唱會呢 還有明後兩天的 其實總共三場呢 主辦單位是表示說呢 會在晚上的這個 7點半左右來進行公告 那以上像我們最後一箱 先鏡頭交還給彭麗主播喔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